根据最新的资料,2024年上半年的韩剧收视率排行 最受好评的韩剧第五名《支配物种》 由Disney家播出的《支配物种》于4月10日首播 共有10集 这部惊悚剧由朱志勋和韩孝舟主演 由参与指导《迷惘追凶》的朴哲焕担任导演 《秘密森林》系列《迷惘追凶》的编剧李秀妍直笔 剧情背景设定在人类餐桌上的 新鲜肉品消失后的人工植肉时代 《支配物种》看点,新颖题材 本剧以人工耕植肉为题材 探讨了未来人类饮食与科技伦理等议题 强大阵容,本剧由韩孝舟 朱志勋等实力派演员主演演技备受期待 高制作价值,本剧斥资240亿韩元打造 预计将呈现出精致的画面与高水准的制作 最受好评的韩剧第四名 《背注扇载跑》 《背着扇载跑》 这部奇幻剧由编佑阳和金慧云主演 4月8日首播共有16集 故事讲述一位遗憾结束生命的男明星和 一位回到过去的女人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 《背注扇载跑》 看点,奇幻题材 该剧以穿越时空为题材 讲述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高颜值主演,本剧由编右扬 金慧云等高颜值演员主演扬眼度十足 青春浪漫,该剧的剧情轻松有趣 充满了青春浪漫的氛围 最受好评的韩剧第三名《夜线照相馆》 《夜线照相馆》这部小说改编的 剧情宣移剧由周元和全娜拉主演 于3月11日首播共有16集 在专门为试者存在的鬼客照相馆中 摄影师与律师与叶克们 之间发生了惊险奇妙的故事 夜线照相馆看点,新颖题材 本剧以鬼客照相馆为题材 融合了奇幻宣移爱情等元素 《强大阵容》该剧由周元、全娜拉、李俊赫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感人故事》该剧不仅有悬疑刺激的剧情 也有温暖感人的故事 最受好评的韩剧第二名《泪之女王》 《泪之女王》这部爱情剧由金志愿和金秀贤主演 于3月9日首播共有16集 剧情讲述一对结婚三年 女强男弱的财阀夫妻 因不对评的生活使婚姻遭遇危机 在克服困境后两人的爱情如其羁斑 再次绽放的故事 与热血律师之间的故事 《泪之女王》 《看点》 《强大阵容》 该剧由金志愿 金秀贤 金索颜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虐心剧情》 该剧讲述了一段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 《华丽制作》 该剧的制作费高达200亿韩元 《场面华丽》 最受好评的韩剧第一名 《美好世界》 这部悬疑惊悚剧由金南珠和车银优主演 于3月1日首播共有14集 故事描述一位大学教授为了报仇 决定亲自处决加害者 并与一位有类似经历的医学院 学生展开一段无法预测的故事 《美好世界看点》 《悬疑剧情》 该剧的剧情悬疑曲折迎人入胜 《演技对决》 该剧由金南珠、车银优等实力派演员主演演技对决 值得期待 《温暖疗愈》 该剧不仅有悬疑刺激的剧情 也有温暖之遇的故事 2024年上半年必追的韩剧还有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低谷》 《医生死期将至》和寄生兽 《灰色部队等》